尹老师尹老师客户说他想定制这种华丽的红宝石项链 看起来好难画呀 我看看他到底想要定制什么样的项链啊 那这种项链啊设计需要三个步骤 其中呢第二个步骤最为重要 决定你这个项链的美感呢 像这样完全对称的钻石拼搭项链如何设计 特点是全钻拼搭 几乎每一节都是一致的 大小略有不同 第一步呢就是要根据宝石先排列画出草图进行布局啊 第二步尤为重要 就是要画出宝石和钻石的排列比例 钻石的排列呢要根据宝石的大小进行调整 宝石的方向不同 排列效果也要进行微调 这样才能更加贴合 这里啊钻石老师用的是钻石笔刷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而第三步呢就是宝石和宝石之间的连接造型 这个设计的时候啊 我们先设计一边 最后只要对称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最后不要忘了 加上卡扣配件哦 一起来看看效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